好 先來燕榮燈為我們帶來最新的報導 另外來看看這是歷經了三個月的等待 萬眾矚目的金頭腦 全美總冠軍馬上就要出爐囉 從500人海選篩選出來的這9位頂尖參賽者 將要在這個週末的決賽當中一較高下 催手實力是更堅強 比賽也是更激烈了 超強的對決賽讓氣候團們也趕快來支持 這比賽現場緊張又刺激 究竟是誰能夠打敗強敵 奪得全美最聰明的頭銜呢 這個週末拭目以待 經過三個月的等待 無數場的比賽 2014年金頭腦全美總冠軍賽 終於在萬眾的期待下盛大登場 緊握麥克風 選手全身緊繃 而鏡頭外的女朋友更是不輕鬆 我主要還是覺得特別緊張 她特別為我緊張 對 她特別緊張 比我自己更加緊張 對 我覺得比自己打體要更緊張 身穿藍色Polo襯衫的這位選手 也擁有強大的加油團 趁著空檔對他們真情告白 謝謝他們 這邊來陪我參加這個比賽 然後非常展現他們的支持 能留下的選手們都分別是 三次月季賽中的前三名優勝者 高手雲集 主辦方祭出最強殺手劍 快文快答 專家出題 一對一PK 各種比賽類型一次全上 選手無不卯足全力力爭第一 但也有人認為能參加比賽就是肯定 我很高興 我今天第一次 第一次上節目來比賽 能過到 比到季比賽 已經很高興了 金頭腦全美總冠軍賽 是冠軍和冠軍之間的對決 精彩程度絕對破表 首播時間為這個星期六 7月12號晚上8點 這在超市62.6台 而晚上9點 將在東森超級台 與美東台同步播出 錯過首播的觀眾 還可以在7月13號 星期天晚上8點再收看 誰是全美最聰明的人 這個週末就會揭曉 東三新聞馬力廷彭迪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就要不要 5 2 4 6 8 感谢观看